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苏秦身配六国相印的纵横家故事难道并非历史真相?苏秦的真实身份竟然真的是燕国卧底吗?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民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评说资质通鉴》第一部之燕昭王金台昭贤 燕国是战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共存在了有八百多年 这个燕国虽然历史悠久 但是发展缓慢 公元前三百一十一年燕昭王继位 按照这个《资质通鉴》的记载 燕人共立太子平 视为昭王 大家看这句话挺有意思 首先说燕人共立 也就是燕国人大家一起推举立的这个王 按传统的诸乎王那些都是父死子继 勋中帝极 怎么会龙得招燕国人大家推举呢? 这是一个疑问 再一个 《诗质通鉴》里边说了 太子平是燕昭王 这就有一个问题 应该说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 燕昭王究竟应该是谁?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燕世家》中 他所记载的 和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边说的 都是太子平就是燕昭王 但是司马迁在这个 《赵世家》中 《史记赵世家》中 他又说 这个赵武林王 把燕国在韩国做人质的 燕王快大儿子 叫公子智 把他给送回了燕国 称的王 燕昭王是公子智 现代学者 像钱穆 像这个著名的战国史研究专家 杨宽 等人都认为 他们的研究都认为 司马迁和司马光 把这个太子平当成燕昭王 这个记载是错误的 那么近年来 出土了很多文物 这些文物可以证明 这个太子平肯定不是燕昭王 燕昭王应该是谁呢 应该另有其人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是1967年出土的 燕王之蛤 就是一只铜蛤 为什么叫它燕王之蛤呢 因为这只铜蛤上面 有这个燕王之 桌玉司马 这七个字的名文 也就是说这七个字里边讲什么呢 说这个铜是燕王之 它命令人铸就的 大家再看这张图片 这是1977年 陕西洛川出土的一把 这个燕王之箭 在这个箭上面 它铸造了有闽闻 叫燕王之做武艺铸 上面写的是燕王之 大家再看这件器物 这是近年来出土的一个 燕王之湖 一个非常精美的国宝级文物 这个文物的可贵之处是什么呢 它在这个足底的这个地方 足圈的地方 就这个湖 足圈的地方 镌刻了28个字的名文 这其中有这个 为燕王之 建筑成事的这个字样 那意思就是说 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燕王之 他继承了这个王位 这三件文物 其实不止这三件 多件文物的出土表明 继位的燕王 燕昭王 他是公子之 一个诸乎国的国君 到底是谁都不容易搞清楚 这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我们说这都是比较罕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是因为燕昭王的父亲 燕王快 他干了一件非常奇葩的荒唐事 他竟然效仿传说中间的 姚宋那样的这个圣君 把这个王位呢 擅任给了自己的部下 公元前三百一十八年 燕王快 就做出了这样一个 惊世骇俗的大事情 他呢 将燕王的军位 擅任给了自己的相国 子子 自己呢 反过头来 对子子扶手成城 而为了把这个散让 做得更彻底 强化这个子子的权威 这燕王快呢 还把燕国三百弹以上的 这个官员 高官 三百弹就算高官了 把他们的这个喜应 全部收回来 然后让这个子子 重新任命 应该说子子呢 全面掌握了燕国的军政大权 燕国是一个极端保守的诸侯国 现在燕王快一下子 如此的寂静 他自己呀 我们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自己呢 心甘情愿 把王位给让出去了 可是原本应该合法的继承 这个燕国王位的太子平不干了 其他的诸侯贵族也不服啊 到了这个子子 为王第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前三百一十四年的时候 齐宣王 齐国的国君 这个时候是齐宣王 在齐宣王的支持下 燕国的一个将军叫士辈 与太子平一起 起兵谋划 开始攻击 执着 这双方就开始打起来了 发生耐乱 燕国内乱 这乱内乱一起 中间裹挟进来 死了好几万人 齐国呢 趁机出兵燕国 齐国出兵燕国 燕国因为内乱 这个 国家呀上下 人人都无心抵抗 士兵无心作战 甚至连承蒙都不守 不关 所以 齐国的军队长期之路 齐国由旷章率领着军队 短短五十天之内 就占领了燕国 齐国是打着 替燕国清理门户 这样一个目的 这样一个旗号 来干涉燕国的内政 但是当他进入燕国 开始把全国几乎占领的时候 他的士兵开始变得非常的残暴 结果呢 激起了这个整个燕国人的这个 激烈的反抗 在这个过程中间 登上燕国王位的指质 被这个齐国人给剁成了肉酱 燕王快 也被杀了 太子平 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杀了 我们说齐国军队呢 他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老国王杀了 把新的这个太子也杀了 又非常残暴 这样的话呢 激起了燕国人的这个激烈的反抗 再加上呢 其他中国国也不愿意看到齐国 你把燕国给通病了 那这样的话 你就势力太大了 结果呢 在这个燕国军民的凤云反抗 和这个赵国 韩国 秦国 楚国 这些国家的这个压力干涉之下 齐国呢 被迫退兵 这就是燕昭王继位前 这个燕国的这个 一个现状 燕昭王 应该说继承的是一个大乱之后的乱瘫子 那他该怎么做 才能够振兴燕国呢 燕昭王啊 手下有一位 先王时期的重臣 这个人叫郭伟 燕昭王就跟他商议 你看咱们现在 这个国家 让这个齐国撑着我们的内乱 差一点把我们灭了 我呀 非常清楚 咱们燕国的力量非常的弱小 实力不够 但是呢 我还是想报仇啊 怎么报仇呢 我希望能有这个贤能之士 来协助我 所以呀 您要是发现 有贤能之士 一定要推举给我 我一定重运他们 尊重他们 好好的 侍奉他们 郭伟停了以后呢 郭伟停了以后 给燕昭王讲了个故事 郭伟就讲 从前啊 有一个国王 特别喜欢千里马 让人啊 不惜重金 四处去收购 他手下有一个进城啊 士从之城 带着重金 跑了很多地方 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千里马 可惜是个死马 已经死了 这人呢 死马他也花了五百斤 就把这死马的马骨头给 弄回来了 这个郭伟一听说买回千里马 他很高兴 一看是一堆马骨头 哭笑不得 你这不拿我闹着玩吗 把我当傻子呀 弄回一堆骨头 这让人怎么怎么看我呀 不出笑话吗 结果这个事成就讲 虽然我今天给您买回来的 这个千里马是个死的 是一堆骨头 虽然花了五百斤 这事 你要说是一般人乍一听 肯定觉得这是咱犯傻了 但是呢 您放心 这个事啊 传出去以后啊 真正有千里马的人一定 他就明白了 你是真心喜欢千里马 你看 连马骨头 千里马的马骨头 你都花重金买 我要是真给你个千里马 你肯定会出重金 所以呀 不用咱再费心去找 千里马都会送来的 您放心 这五百斤 不白话 这广告效应 比直接买一匹千里马还要好 果不其难 很快的就有人 陆陆续续地把千里马给送来了 这国王呢 就得到了好几匹千里马 说完这个故事 郭伟啊 就跟燕昭王讲 你想引进荣才 这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给你提个建议 你看 我这人 要说在咱这个战国 这列国之间 可能不算一流人才 但是要说在燕国 在目前 我觉得比我强的还没几个 你要真想重重人才 重运人才 你呢 先把我给运起来 重运起来 你做个样子 做个例子 自然人才就来了 他这么一讲 燕昭王听进去了 好 重新花重金 给郭伟修建辉黄的宅子 这个宅子叫黄金台 对郭伟呢 失事之 就是把他当老师一样 言听计从啊 这个严昭王 重金昭贤纳士 而且 李玉 郭伟的这个消息啊 很快在列国中间就传开了 那结果 很多 有识之士 贤大之人 就相继 源源不断地 来到了燕国 在弱肉强势的战国时代 燕国是一个实力弱小的国家 而且还刚刚经历了一场善让的闹局 结果内部不仅几派实力打了起来 外部还引来了齐国的侵略 燕国的元气大伤 在这种情况之下 燕昭王金台昭贤 为什么能够成功 燕昭王金台昭贤 带给我们的启示 又会是什么呢 燕国凭什么呀 你是实力弱小的国家 是弱国 燕昭王 他的这个昭贤 成功在哪里呢 燕昭王纵运郭伟 金台昭贤的可归之处呀 他揭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只有运好本地的人才 才能引进外来的人才 并且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人才聚集效应 郭伟给燕昭王所讲的这个 千金四马骨的故事 他就是要告诉燕昭王 你不要总想着筑巢引凤 先让我们这些小家巧有个安乐窝 让我们先开开心心的能工作 你先创造一个好的 人才的一个工作的氛围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你再等着凤凰降临 所以啊 筑巢引凤 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些人来了以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效应 是因为他们来激活原来的这一滩湿水 产生炼鱼效应 还是 因为由于引进人 引进的人才 待遇优厚 致使呢 已有的人才 心态失衡 乃至最后产生破罐子破摔的 这个心理 导致最后 导致破窗效应 我们大家知道 破窗效应就是说 一个房子 这窗户 只要有一块破了 你要不及时修补 其他的窗户很快都会被人踹了 这人才 引进了以后 如果中间本地人才 有一个受伤 有一个产生失落的心理 破罐子破摔 它有四番效应 其他人跟着 很快 大家这个心情 这个氛围就都不对了 这就是破窗效应 所以啊 条件太好和条件不好的地方 吸引人才 都需要从燕昭王 纵运郭伟金台 昭贤的这个历史中啊 汲取经验教训 这儿啊 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燕昭王昭贤的这个史实 可以得到确认 但是当时并没有关于 燕昭王 驻黄金台的记载 明清以来啊 学者们的研究 已经指出来 说这个黄金台和金台现象的出现 是经过后世人们的这个加工和想象形成的 应该说 一直到南北朝的时候 才出现了黄金台 这一个名称 但是这并不妨碍 这个金台昭贤成为人们心们中间招聘人才和史运人才的这个典范 并且呢 在后世的记载和传说中间呢 不断的增添色彩 以至于到今天为止 都成为人们心目中间重视人才的这么一个象征 出唐著名的诗人 陈志昂呀 感慨怀才不遇 曾经写下一首诗 南登节诗馆 腰望黄金台 丘陵进桥木 遭往安在在 霸图经意 虚马虎回来 表达的就是 一种自己怀才不遇的经历 我们说这里边其中 结诗馆 这是燕昭王 为这个临时轴眼 所修建的这么一个公馆 如今是 邀望着这样一个黄金台 但见起伏不平的这个丘陵上 长满了桥木 黄草七七 诗人就想 像燕昭王那样 结出英明的君主 还能再有吗 每每想到这些 诗人的心绪就难平啊 心轻忧郁的这个诗人 后来又登上了幽州台 他又想起来 朝鲜那世的这个燕昭王 悲凤之余呀 他又写下了更有名的诗句 那就是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度 放胆而停下 应该讲呀 这首诗是著名的 邓幽州台歌 这首诗 是静见寻空 超越诗空 写尽了前百年来 怀差不欲的这个情怀 和人世间的这种畅商 陈志昂的这首诗 被视作出汤诗歌之绝唱 也是陈志昂本人的亚眷之作 燕昭王金台昭贤 也不仅仅是传说 2002年 在北京的这个朝阳区 东三环中路这个地方 附近就发现了一个 乾隆提携的金台西照的石碑 就这块石碑 北京啊 过去有燕金八景 其中之一便是金台西照 至今我们知道 北京还有很多地名 像金台路 现在包括新修的地铁站 金台西照地铁站 等等 还有很多新楼地名 与这个金台相关 在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啊 现在这个宜重啊 湘川有两个金台 一个是在北京 北京西南 一个呢 甚至在这个河北 宝定 溢县 在溢县的这个东南 北溢水的南边 有这么两处地方 我们说这两处地方啊 其实 不用争说是哪个非是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应该说 都有可能 都是 为什么这么讲 我这么说也不是和西林 大家想一想 这个北京的南边 这儿原来是属于 燕国的国都纪 溢水那边啊 那是原来的著名的燕夏都 燕国非常重要的 这两个地方 所以 在这两个地方 各修一个金台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想一想 修一个金台 如果来的人才 特别多的话 怎么办 你总不能让他们住机体宿舍吧 所以肯定会再修几个 所以出现几个金台 这是有可能的 燕昭王金台招贤 目的是招到贤能制裁 为燕国服务 而有才华的人 也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干出一番事业来 那么燕昭王把人才招来以后 他该怎样使用这些人才 从而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呢 燕昭王使用这些人才 又做了哪些对燕国有利的事情呢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贤财招来了 怎么用 那么燕昭王呢 重运这些贤财 主要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 整动内政 开疆脱土 燕国呀 是战国七军中 变法力度最小的国家 所以都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讲燕国变法 所以我在这儿呢 讲他叫整动内政 也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变法 但并不等于说什么工作没做 他也做了一点工作 这其中主要依靠的著名人物是 巨星和月异 巨星我们大家知道他是赵国人 而且呢 他也是法家一派的代表人物 巨星呢 他帮助燕昭王实现了一定的 变法图强 搞了一些措施 后来月异来了以后 月异也帮助燕昭王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这种政治变革 比方说 根据能力的大小 授予官职 改革立志 有功的多赏 有能者居官 任人不为亲 要重视法治 强调无弄亲书贵贱 一律要严格执行法令等等 我们说这些改革 燕国也做了 正是因为做了这些整动内政的 虽然还撑不上变法 做了这些措施 所以燕国的国力 才会逐渐的强盛起来 那么燕昭王最重要的工作 是开疆脱土 这方面的工作最显著 在这里边 最值得称道的 他是重运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秦开 这个人 他是与燕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东湖作战 我们知道秦开这个人 他曾经是作为 少数民族那儿的 作为燕国的人质 被滞留在东湖那边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 待的时间很长 我们说做人质这样的 应该不是一般人 应该是王室宗族 或者是王子王松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 只所以叫秦开 是因为可能封的那个地方 是秦开叫这么个地方 应该我们说 这是一个推测 秦开这个人 他在那个地方 在东湖 待的时间长 熟悉少数民族的内情 而且得到那个地方人的 这种信赖 所以当他逮了个机会 跑回燕国以后 燕昭王就重运他 让他领兵 去征服东湖 结果 按实际上来讲 这个秦开 七夕东湖 一下子把燕国的边境 向东北拓展了 一千多里 大大的开拓了 燕国的这个疆域 燕国的复原 达到了多大呢 仅次于 楚国 秦国 超过了 齐国 赵国 这些国家 我们知道 楚国在战国时候 国土面积是最大的 号称有5000里方圆 秦国 次之 那么 燕国的国土面积 能居第三 大家可想而知 这浮原辽阔了 国力当然也就强盛了 所以 这一线方面的工作呀 一方面是 燕国的国力强大了 另一方面呢 通过征服北边的 少数民族 使燕国北部的 隐患也消除了 结果呢 这两方面的工作 就为燕昭王 他的复仇学耻 我们说奠定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 和国家互动 燕昭王 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 注重外交 离间齐国 这件事情呀 是燕昭王 我们说做的最漂亮 最有戏剧性的一件 事情 他给齐国 派去了一位 超级间谍 这个人呢 引诱齐国的国军 利令制宏的 这个齐敏王啊 自面树敌 攻打顺国 到最后 使诸乎列国 都对齐国横得咬牙根 结果呢 给阐国的复仇啊 创造了理想的外部条件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测试 书秦 书秦 这个人啊 讲起了有比较麻烦 为什么比较麻烦呀 因为这个人啊 史记 书秦列传 包括战国军中间 对他的记载啊 自相矛盾的地方 非常的多 许多传说 甚至传奇 都记载了 他呀 合众这个 搞合众之策 游说了齐楚 严寒 赵魏 六个国家 最后呢 把这六个国家都说服了 大家呢 一致推举他 声配六国相应 合众 风光一事无良 诗秦 最后这个按战国策 按这个史记的记载 不仅在六个国家 都甘心甘情愿地 听命于他 而且呢 他为了进一步 助长自己的权势 还让自己的同学 张仪 到秦国去 到敌对那边去 双方唱双簧 玩弄诸鸿列国 与这个鼓掌之间 你说这种记载呀 把这个苏秦说得太神了 而且呢 把他这个 在这个政坛上的这个 违政时间 说得也太长了 你要看这些记载 你就觉得苏秦在政坛上 活跃了至少有五六十年之久 说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呀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著名的国学大师 钱穆先生 就曾经考验 他曾经就指出来 所谓苏秦张于一柱一横 其说皆出 由后子 好事者 互惠为止 也就是说 苏秦张于一柱一横 这事假的 没这回事 钱穆先生的这个观点呀 在刚提出的时候 应该说是取高和寡 赞成的人不多 但是 到了一九七三年 在长沙马王堆 三号幕 出土了一批博书 这批博书呀 类似于现在的战国册 整理以后呢 就把它定名 出了一本书叫 战国纵横家书 大家看就这本书 战国纵横家书 这部书里边 写了很多珍贵的史料 特别是关于书秦的 有包括书秦跟燕昭王 互相之间的通信 书秦给燕昭王写的信 有十一份之多 这本书里边 百分之六十的资料 都是关于书秦的 应该说这些资料 很多是司马迁当年 也没见过的 非常珍贵 学者们呢 根据这些资料的研究呀 像唐兰先生 著名的战国史研究专家 杨宽先生等等 这些专家们研究以后呀 得出了不同以往的 三个结论 第一 抒情比张仪的政治生涯 晚二十五年之多 书秦是张仪死以后 才步入政坛的 他们两人之间的政治活动 没有交集 第二 这个史记和战国册中 有关书秦的记载啊 通过这本书来证明 错误百出 书秦 书代 书利 兄弟之间的事迹 有很多 张官礼代 搅和着一块了 甚至说 他们就搁几个的辈分 史记战国册的记载 都是错的 史记战国册是书秦 是老大 现在根据现任 这个最新的 这些材料证明 书秦是老小 所以马云先生就说 史记和战国册中 这些材料 关于书秦的材料 来源多出伪造 可拼信者 实无疑二 第三 书秦确凿无疑 是燕国的间谍 他从来没有 升配六国相印 应该说 以上再三点 是目前学术界的 主流观点 当然也有个别人 还是觉得史记得对 主流观点是这么样的 抒情 真实的政治活动 大约应该在公元前 312年到公元前 284年之间 是在这个年代里面 也就是说 他生活的年代 应该是在 秦昭王 齐敏王 和燕昭王 这个事情 但是 书秦 登上政坛 他选的 折业的第一个方向 第一志愿 他是去的秦国 而不是燕国 公元前312年 书秦 游说秦昭王 我们说 书秦 为什么首选秦国 我们知道 在这个时候 战国的格局是什么呢 齐国 秦国 楚国 三家为大 齐国 因为搞 记下学功 所以那儿是 人才 记忌 所以书秦 在那儿不可能 展露头角 显不出他了 所以他不可能 去齐国 再加上 齐敏王这个人 大家有耳闻 不咋地 秦国呢 商阳变法以后 商阳虽然死了 但是秦国的变法 并没有停下来 书秦这个人啊 应该说 敏锐地看到了 秦国发展的潜力 非常巨大 所以他 去秦国 那么书秦去秦国 游说秦赵王 他说什么呢 过去讲 一般的观点是 书秦劝秦赵王连横 秦赵王不答应 结果他 后来 才跑到其他国家 搞合作 著名的战国 是研究专家 杨宽先生就认为 书秦游说 这个秦赵王的主旨 是不再连横 而是主张 废文任武 以武力并天下 这个说法呀 我们说 充分地显示了 书秦的远界作实 他这个时候就看到了 唯有秦国 有资质 有可能 能够一统天下 但是这是重要的 一家之言 因为这个时候呀 秦赵王还太年轻 宣太后当家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 列国的形势 还不允许秦国 来亮出獠牙 还不到这个时候 所以呀 虽然说书秦的 见识着重 但是 因为 兼兵列国的 这个形势 时机还不到 所以 书秦呢 只能在秦国 碰壁而回 在秦国碰壁了 你要换一般人 怎么办呢 那再找一个 更相对更强的国家吧 书秦不是这样 书秦呢 他是这么想的 说我既然不能 搭顺风车 乘势而起 那我干脆就找一个 最弱的国家 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他决定到 当时七巡中间 最弱的燕国 燕国虽然弱 但是他有条件 天是地利 在这个地方 也许能干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 所以呀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 三百一十一年 苏秦就去了燕国 愁愁满志的苏秦 来到燕国的时候 正是燕昭王 渴望得到人才 开始金台招贤的时候 苏秦想的是 大展宏图 干出一番事业 而燕昭王想的是 振兴燕国 报国仇家恨 两个人可以说 是一拍即合 苏秦最终接受了 去齐国当间谍 以削弱齐国的任务 那么在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苏秦 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齐国呀 凭借着齐威王 齐宣王 两代有为之君 应该说已经建立了 赫赫的霸业 齐敏王 在位十六年 但是他刚上任的时候 也算一个有为之君 所以啊 齐敏王这个人啊 他是后来是越来越 有点忘乎所以了 所以对齐敏王这个人 怎么看待 他是个什么国君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 熏心勃勃 骄横跋扈 狂妄自大 俱见是非的 这么一个不安分之主 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君主 这么一个君主 我们说 他看待列国的关系 和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讲啊 这个看不开的人 往往视同事为对手 没格局的国家 往往把邻居当作威胁 齐国把燕国 视为眼中钉 燕国呢 也把齐国赵国 紧爱的他就这俩国家吗 把这俩国家 视为眼中钉 所以 燕昭王啊 就 受予这个抒情啊 他间谍活着 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 这个方针 两句话 叫做什么呢 大者 使其勿谋艳 赐可 义齐 赵 之交 这个手啊 空甲 空那个赵国的赵 也就是说 燕昭王给抒情两个使命 首要的使命就是什么呢 是齐国转移矛动 不再把这个战略矛头 对准燕国 减轻燕国的战略压力 其次呢 次要目标就是烧带脚的 你最好能让这个齐国 跟赵国 这两个国家之间 你给他搞点挑拨离间 让他两个国家关系 相处不默 这么一个任务 那么 由此呢 苏清就开始了 他的间谍生涯 苏清到了齐国以后 他的第一步齐 就是破坏 齐赵两国之间的关系 第二步齐 就是使齐国 惜劳于宋 难霸于楚 也就是说 让齐国在这个攻打 楚国的过程中间 逐步的削弱自己 并且呢 在攻打顺国的过程中间 得罪了几个 对顺国同样虎视眈眈的大国 结果呢 齐国逐渐的四面树敌 陷入了一个危难的败局 齐国在这个 苏清的这个忽悠之下 他自己一方面 花力量 打宋国 另一方面呢 跟这个秦国为敌 结果呢 把秦国得罪了 后来把楚国也得罪了 经过几番努力 把这个宋国 打了三次 把宋国给彻底歼灭了 这齐国一歼灭宋国 这一下子坏了菜了 齐他诸乎列国 一看你本来就很强了 现在又兼命一个国家 这可了得 大家一下把矛头都对中了 这个齐国 这么早以后啊 我们说 从苏清本来肩负的战略意图来讲 他完成了一个间谍的工作 使齐国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这个境地 但是搞到最后 齐敏王也醒过味儿来了 也明白了 苏清这么搞 这是一个间谍行为 所以把苏清啊 用车裂的这种刑法 给猝死了 苏清死得很惨 那么 燕昭王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报仇学耻了 外部条件具备了 自己国力也具备了 当然就该报仇学耻了 那么接下来 他该怎么做呢 那他就是要重运越异 讨伐齐国 具体怎么做的呢 请听下来